韩国综艺节目 每一季都会找来不同的韩国艺人 连同外地的明星同游世界各地 新一季韩国音乐才子郑俊英 就带着黄欣盈 Alpha 倪晨熙等游历多个城市 精通多国语言的郑俊英 表示和几位香港女生合作得很开心 大赞她们非常专业 我怕中国语言和英语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 正确实在拍摄 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舞台都没有韩国人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香港 但我最初的韩国人的部队 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感觉 还有不关心 也没有感觉 有感觉 不关心 但我看得到不关心 我也觉得我感觉到 我现在 我又在看法 韩国人的男性 是什么 我认为我还算是挺好的 你觉得我还算是挺好的 我认为我 一向活跃于综艺节目的郑俊英 还亲自为几位女神编排行程 准备惊喜节目 尽显搞笑和奶奶一面 Alpha也说真的是恨窩心的 今次我知道她做了好多很甜的东西给你 有什么东西最打动到你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她唱歌吧 毕竟因为她我觉得男生唱歌会加分很多 然后我们那天其实是之前玩了一个游戏 然后就输的话有个惩罚 然后我第一天就说 那惩罚就是明天你唱歌吧 那我也不知道她会唱什么歌 然后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唱 一直在等等等 然后终于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游一个船 然后旁边是山中间是一个河这样子 然后其实那个地方就很漂亮 然后突然就拿了一个吉他出来 所以我现在唱歌给你听 然后我就哇原来男生会自弹自唱 这样子真的是让女生会很心动 至于欣赢BB就透露虽然只是和郑俊英 快闪游伦敦两天 但是初次见面已经很快熟悉对方 玩得很精进啊 没有尴尬了 一开始有 但是就很快就没有了 就是十分钟后我就觉得 她是很容易相处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很 就是很像 所以就很容易就可以当朋友 所以就蛮sweet的我们的旅程 就是我就不是怎么去做 但是我们就坐在那里 另一个人就拉我去 那我觉得很好玩 那时候我六岁的时候 应该有做过吧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